有可能會昆達吃到 他吃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回饋 他之前這樣吃 就是他都說好吃 我會不會要真的假 他敢說什麼 也是 OK 在吃到美食之前 真的是先吃累計閃光蛋 由張愛家 柯佳燕 楊佑寧王大陸營運的 愛家食堂 終於要在螢幕前 正式開張 回憶起廚房去世 還是讓大家小到不行 柯佳燕怎麼可以不記得 我都記得 我都記得所有的點 對 佳燕 佳燕全部都忘記了 好誇張 我真的忘記了 我真的忘記 我搞笑了 可以 你不記得你第一次 摸到那個圈捲的時候 很燙 你的手都不敢下去 我就把你的手這樣 緊張 牽一下 之後你手都快進到油裡面 你都不怕 對 我現在三隻手指頭 還是沒幹什麼 他應該是形容得比較誇張 但是差不多 沒有 沒有 那個時候 我記得柯佳是很怕的 可是我們真的到了後面 你看柯佳他擺盤的那個速度 我覺得那完全是一個 專業級的 專業的 對 我比較怕張姐不怕她 現在就知道說 其實我可以用 左手用筷子壓著春捲 右手使用刀子 對做菜 料理這些事情 我蘇美島回來之後 有不一樣的想法 其實很多時候也是 老工作就好 不是 現在也有更尊敬 在廚房工作的每一個人 除了有班底們認真 揮翰付出 小幫手也功不可沒 不過對於近日有傳言指出 舒嬅在節目中 適應不良一事 大家也正面回應 我覺得後來來的嘉賓 應該都會不太適應我們 因為嘉賓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四個已經 培養出一個工作的默契 突然來一個人 我們是很感謝說 覺得說終於有人可以來幫忙 因為我們真的很忙 可是又要重新再把這個人 幫進我們團隊的 就是已經這個 就是原本的 你說他們幫到忙的意思 真的有幫到我們的忙 有幫到我們的忙 我有透過經紀人問過他們本人 他本人都沒有這個 這我確定 是因為他們當時都在工作 所以並不是跟舒嬅那麼的熟 可是基本上他們一進來 大概花了五分鐘之後 就一直鬧 叫他跳舞又叫他唱 然後又又一直說 他是熱舞社長之類 他還嗆舒嬅說他是熱舞社 對 因為中間真的沒有人 他們還去發傳單 一群人跑去偷偷喝咖啡 然後在咖啡玩了很久 我們都忘了 然後張檢一個人在餐廳裡面 包水澡等他們回來 會不會嗎 沒有 張檢 我們回去就假裝沒有去喝咖啡 我們都看外面好熱 發傳單 沒有人 我覺得這個張檢要看節目 才會知道 因為他們來的時間太短了 他們就來兩天 他們來不及適應我們整個這個節奏 他們可能就要趕往下一個工作 所以我覺得他們比較辛苦 他們就很希望趕快的跟上我們的節奏 但因為我們這邊真的太專業了 太專業了 真的要只能有專業的從業人員才能跟得上 你們會去看他的演唱會嗎 我們現在正在積極的爭取看能不能買得到票 然後這樣 賣光的 他就在特別嘉賓上叫我們 是 但可能想說 對 可能想說那個名單上 有楊耀明 OK 那時候叫我去發傳單 等吧 想看到打工王舒嬅在愛家食堂裡 會有怎樣的表現 粉絲們就一定要準時鎖定節目囉 完全樂採訪報導 搭グóc 搭燃